18号西方主要洋行联手采取行动 共同应对这场被美国媒体称为 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 纽约当地时间18号下午3点钟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财经频道 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相继报道称 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正在考虑一项 长久性救助金融企业的计划 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正在考虑全面解决方案 其中包括建立一个类似大萧条时期 复兴金融公司的专门机构 受这个消息的影响 纽约股市在银行股的带动下大幅回升 三大指数上涨的幅度均超过3% 道琼斯指数上涨达到410.03点 收于110019.69点 涨幅达到3.86% 标准普尔指数上涨4.33% 收于1206.51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4.78% 收于2199.10点 这一条灯火 是4207.133.137.123.135点